在唐十八陵中 有一些陵墓是给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前陵陪葬的 而这些陵墓中 有一座陵墓无疑是规格最高的 那就是永泰公主的陵墓 上世纪六十年代 在陕西省关中平原的前县 有一个小村庄的村民老李正在地里干农活 不一会儿 突然听到附近的村民的喊叫声 走近一看 原来是他们在挖土的时候 挖出了一堆碎木片 看着这些奇怪的碎木片 老李不禁思考了起来 土堆之中出现数量极多的碎木片 那这土堆之下一定埋葬有什么宝贝吧 于是几个村民一合计就开始挖了起来 但是他们不会想到 这一挖居然挖出来一座千年古墓 在挖掘出这座古墓后 老李和几位村民震惊不已 回过神来更是不敢怠慢 立刻联系了当地的文物局 文物局的领导接到了消息后 并立即组织了考古队员前往现场进行勘测 正是因为这次的行动 让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陵墓重建了天日 经过考古队员的初步勘测 根据这座墓的做工手法 专家推测这座墓属唐朝时期 而且规模非常庞大 虽说在这个地区近年来发现了不少的古墓 但从这座墓的目前规模来看 应该是最大的一座了 随着挖掘的工作进行 考古队员的专家对墓葬的总体结构 有了基本的了解 这座墓为斜坡土洞砖石墓 四周被围墙包围着 从南到北的距离为275米 东西的长度是220米 整个墓区的总面积 更是达到了6000多平方米 还有高达14米多的翻斗形墓种 在这座墓的南门外 排列着一对石狮子 两对石人和一对华表 在发掘墓室的时候 发现这座墓的墓道特别的长 居然有90多米 宽度更是达到了4米多 深度更是达到了16米之深 足以见的这座古墓的规格十分宏伟 颇具帝王灵寝之相 在专家边挖掘边清理的过程中 发现墓道两侧的壁画很有特点 只见巨大的青龙、白虎和身穿战袍 腰配宝剑的武士排列在归楼和兵架前 整幅壁画以侍女为主体 每个人的形态都体现了唐朝以胖为美的理念 走进了天井处的时候 发现两侧的便房内 摆放了各种以彩蛹和陶器 瓷器为主的随葬品 并且在蛹类的陪葬品中 各种人物都有 男女骑兵蛹、胡骑蛹、武士蛹、镇木兽 还有其他的动物用 在造型和色彩方面 都代表了唐朝瓷器工艺的超高水平 在挖掘到第六个天井处的时候 一个稻洞出现在了专家们的眼前 只见稻洞的门口处有一幅骨头架 而在骨头架的旁边还有一把铁斧头 结合洞口周围散落下来的金器玉器 专家推测 这一定是盗墓贼出现了内讧 当赃物都被偷出来后 他们为了自己能够多分点东西 就起内讧并杀死了最后一个出来的同伴 并且从铁斧斗的材质来看 这一伙盗墓贼应该是在宋朝初期的时候 这时候专家也很无奈 并直言道 多行不义,避自避呀 这座墓的墓室分为前后两部分 前墓室的壁画非常的华丽 体态风韵的侍女 手拿各种生活用品栩栩如生 有的在细声细语 有的在点头赞许 还有的在环顾四周 就好像是在准备去侍奉主人的路上 谈笑风声 后墓室的顶部有一幅天象图 看着这内容非常丰富的天象图 足以证明了在当时那个时期 天文学是有多么的发达 随着挖掘工作的深入 墓主人的棺果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 这时专家明白了 原来这是一座合葬墓 只见在后墓室里摆放着一座石棺 中间有一闪门 两边各站着一名寿命侍女 石果外部的做工非常精美 当专家把石果打开后 发现一个破旧的墓棺 遗憾的是 因为长时间在淤泥中浸泡的缘故 墓棺早就腐烂了 这时一位考古人员在角落中 发现了这座古墓的墓志明 专家立马就对墓志明进行了解读 原来这座古墓是永泰公主李先慧 和其丈夫五颜基的合葬墓 说起这永泰公主身为武则天的孙女 唐忠宗李显的爱女从小就备受疼爱 而且容貌非常漂亮 据说她能让桃李之花都为之羞愧 当年永泰公主出生的时候 正是她的父亲李显的低谷期 那个时候的李显第一次登基 刚刚一年就被母亲武则天给废掉了 而且还被扁往了封地 成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就在这个时候永泰公主出生了 因为既聪明又美貌 所以她的降生给李显郁闷的生活增添了一丝光泽 而她也因为备受宠爱 后来在永泰公主十四岁的时候 她的父亲被重新立为了太子 而她也被封为了永泰郡主 之后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二年她就嫁给了远方的表哥 继位王武延基 在当时武延基作为五成四的儿子 那可是武则天的亲侄孙 而永泰公主又是武则天的亲孙女 所以这小两口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幸福 但是幸福的日子总是非常短暂的 武则天当时身边有两个宠臣 二张 吉张一枝和张昌宗两兄弟 他们历来嚣张跋扈 谁都不放在眼里 这些都被永泰公主夫妇看在眼里 对这等小人得志的行为十分厌恶 最重要的是 因为他们俩的存在 使得五里两家的势力遭到了威胁 因此武延基在当时经常与永泰公主的哥哥 李崇润在背后说二张的坏话 后来无意间张一枝得知了这个事情 于是就把武延基和李崇润密谈的事情 告诉了武则天 而武则天呢 对二张的宠爱是有目共睹的 于是就不分青红皂白的 把他们都抓到了宫里 把武延基和李崇润给活活打死了 据说当时年仅17岁的永泰公主也死了 但是关于永泰公主的死 新唐叔和旧唐叔却产生了不同的记载 新唐叔说 他们三人是被一起处死的 但旧唐叔却说 武则天当时很生气 把他们三个交给了李显 但李显非常懦弱 他明白武则天的意思 于是就命人把他们三个给杀掉了 千年以来 对于他们三人的死因 众说纷纭 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 但没有一个说法能够得到确切的证实 因此永泰公主之死也成了千古之谜 当专家把目关打开后 发现了永泰公主的尸体 只见尸体早已腐烂 只剩下了骨头架子 但是在棺果内部的装饰和随葬品 足以证明了永泰公主身份的高贵 只见棺果内部有精美的刻画 画中的人物姿态十分优美生动 而且线条非常流畅 足以见得客工技艺的高超 当专家们看向尸骨后 却发现了十分怪异的画面 只见永泰公主尸骨的盆骨处 出现了白色的小斑点 仔细看这应该是下葬时身上的遗留物 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风干 但痕迹却是流了下来 这时专家好奇了起来 这白色的小斑点状的物质又是什么 会不会和永泰公主的死因有什么关系呢 转了一圈 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于是专家又把目光对准了穆志明 只见穆志明的后半段写着 朱胎毁月愿使礼之乌香 看到此处的记载专家明白了 原来永泰公主真正的死因 并不是被杖打死的 而是死于难产 朱胎为怀孕 而朱胎毁月就是隐喻公主死于难产 而非其祖母武则天所杀 后来专家把永泰公主的十一块盆骨碎片 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恢复完整了永泰公主完好的骨盆 并且发现了永泰公主的骨盆 相比同龄女人是狭小的 而骨盆狭小就会导致生产时的困难 更何况当时也没有如今的抛妇产技术 所以女人在生孩子的时候难产而死 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 调查到这里 专家明白了永泰公主骨盆处的斑点是什么 而永泰公主的死因也就真相大白了 也许是当时已经有孕在身的永泰公主 听闻丈夫与哥哥一同被处死 便遭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看到夫兄命丧黄泉 必然是伤心欲绝 因此对妇中的胎儿造成了影响 很可能引起了早产的现象发生 之后便难产死了 后来 李显继位 出于对女儿的思念 便进行了追风 还以黄陵厚葬 足以见得永泰公主在李显心中的地位 虽然墓葬被挖掘过 但是等挖掘工作全部结束后 经过清理 依然出土了一千余件珍贵文物 这其中不乏品质很高的三才永 而且整座墓葬内壁画不断 精致的壁画 无一不彰显了李显对这个女儿的喜爱之情 即使永泰公主的陵墓规格 远超唐朝的其他公主 即使她的陵墓是按照帝王陵的规格建造的 即使她是绝无仅有的陵墓 被称之为灵的公主 但还是不能掩盖 她那悲情又残酷的短短 十七年的短暂人生 继续